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104年1月21號 我們看到11月29號九合一 這個台北市換人當家之後 果然完全不一樣的局面 現在柯文哲炮打一堆大財團 從富邦美和氏遠雄打到郭董 郭董下令48小時要回應的時間 已經daylight到期 那今天早上一大堆媒體記者 SNG車開到郭董切總部門口等他 等個老半天 郭董都不回應 我們看這個柯郭大戰的背後 小老百姓不禁在往前追 台北市過去這幾個重大開發案 實際上在不同的開發案上面 他歷任歷經不同的市場 毛好一共執政了16年 16年下來留下什麼樣的開發案 還是留下什麼樣的弊案 毛好的大病案背後有多少不為人知的黑金故事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劉雄同學好 大家好 再來郭大昂同學 大家好 周曉萍同學 大家好 許家欽同學 大午安 好 阿宅朱學衡 各位大家好 再來是光琴 大家好 好 這個今天呢 剛剛跟觀眾朋友報告 1月21號 郭董的daylight都已經過去了 柯P呢 目前為止也沒有照郭董的回應做 郭董呢 今天人在台灣 在台北 也在土城的總部 一早媒體通通都堵他 他完全不坑氣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他是核配科技總經理卓本喬 鴻海去年入股四成 郭台銘是他大股東 另外他還兼任台北市政府顧問 就在柯文哲和郭台銘關係緊張的這個時刻 他跳出來發言 我的感覺是說郭董很不爽的是 他被跟其他那些腐敗的財團並列在一起 柯文哲跟郭台銘做事的方式上面 有很多是類似的 我跟兩邊都有一点關係 我不能說現在兩邊都有多熟 本來以為能牽起柯市府和鴻海的潤滑劑 但一邊是大老闆 一邊是北市大家長 卓本喬恐怕也使不上力 面對48小時最後通牒即將到期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似乎等不到柯文哲 公開三創招標資料 兩天內柯市長的態度一貫強硬 其實老實講 他那個還排不上high priority 就是不是那個優先順序最高的 其實我們馬上要救火的問題更多了 滿下廣告卻踢了兩天 鐵板鴻海還是近代市府回應 一切依照法律程序走 48小時將局怎麼解就看雙方如何突破 記者台秉綜合報導 好阿宅這個郭董呢 禮拜一一早就給大家呢 看了六大報的頭版頭廣告 那現在呢48小時過去 今天禮拜三一週刊都出刊了 一週刊有夠壞的 今天竟然還追說 哎呀郭董為什麼在台灣喔 只查台幹的貪污喔 大陸的路幹竟然還要放過 那郭董48小時一過 柯P不但是完全沒有照他的意思回應 整個媒體持續在燒的 反倒是過去16年來 馬好兩任市長的大弊案 我覺得台灣現在面對一個 其實也不能說愉快啊 而是很荒謬的場景 就兩個中老年人用青少年的方式在吵架 他們嗆賭的意思就是說 你48小時一定要給我回應 然後另外一邊就嗆說我沒拿你錢 我幹嘛聽你的 但現在就面對一個問題了 就是青少年在嗆賭的時候 你在街上看到青少年對嗆對不對 大家就會嗆 啊不你是要怎麼樣 不你是要怎麼樣 不你是要怎麼樣 那結果現在的狀況就是 啊不你是要怎麼樣 48小時到了 那大家接下來要怎麼辦 雙方都下不來 因為柯P說要調查 但調查要時間 廉政委員會也還來不及正式運作 那郭董當時寫說 要限48小時公佈 可是他也沒說時間到了之後要幹嘛 所以換句話說這就變成一個 他時間到繼續停工 是他本來就停工了嘛 這就變成一個花了300多萬的 青少年版的嗆賭 但是真正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但是背後看到兩個比較大的問題 其實第一個就是 柯P其實上任到現在啊 確實解決的問題提出了很多問題 可是你市長每天早上自己開記者會 發言人在旁邊變成拿麥克風的一個 麥克風架 那每一次會議出來就要生氣一次 我坦白講這個對身體非常不好 對市政也是不好 問題是雙方都頂天了 結果為什麼說現在沒有解決方案是 你沒有退路了 雙方都不是說叫底下人出來互咬對不對 以前所有傳統的政治人物 叫小弟出來打架 現在都是主帥親徵 傳統的政治人物對上傳統的商業人物 是各自派發言人咬發言人 然後發言人隔空交火 也許某一天到最後 大家實在不行的話 是最後兩個主帥親自交火 但結果現在你第一天就主帥親自交火 最後大家也拉不下來 那不知道到底要怎麼辦 甚至我其實這樣講啊 三創現在主體主導應該是郭守正 那你好歹讓郭守正出來講講話 回音箱讓他多一些曝光 也是一個培育下一代的好方法 那郭董就不要自己再出來了 柯P就讓自己的發言人出來 不然其實就算你再厲害 你這麼多地同時放火 然後你每一次都主帥親徵 別忘記當年曾國藩講 升格林慶親自300里追擊的時候 講說此乃兵法之大忌 必損主上帥 也就是你所有東西都親自親徵的話 你的主帥一定會出問題 那所以現在有一個狀況了 那雙方繞完話了 雙方嗆完了之後 那接下來怎麼辦 因為坦白講三創的問題 還比不上其他幾個地方大 結果這個地方打出來的新聞 跟對嗆跟火力是最強的時候 那就變成我們配角強的主角 這個遠熊 趙騰熊的風采的時候 那接下來雙方到底主戰場在哪裡 就變得很難決定了 可是光晴媒體 如果不是因為郭董的大動作 其實過去媒體在對台北市的弊案 我特別整理一下給觀眾朋友看 過去郝龍斌引以為傲的十大建設 不斷的宣傳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曾經吐槽 十大建設搞不好 至少要演出十大弊案 那十大弊案為什麼排名是 雙子星大蛋蛋 跟這個美和室放在前面 看這幾個開發案都是 以百億為單位計算 就是說雙子星的開發案 至少七八百億 大巨蛋也是數百億 那美和室是圖利財團百億 過去三創是排不到前面的 全力經十億的 排不到前三大案 那剛剛阿宅講到 邏輯上所有相關的地幕的開發 總金額的規模 其實是雙子星大巨蛋 美和室最大 但是郭董一出手 媒體立刻追三創 但是媒體追三創 之所以追的開發結果 這裡頭是有好幾個重點 媒體一追發現 三創的租金果然跟光華商場比一比 相對便利 這第一個邏輯 第二個三創承諾要跟光華商場 一起開發八德路 這一個區塊變成台北秋葉原的承諾 很重要的空橋 目前為止沒有影子沒有消息 再來很多觀眾朋友 你買過房子你都知道 你的權狀呢 主建物一定是房子 然後其他雨遮拉停車場 很多時候是附屬建物 沒想到三創一這麼高的十二層的大樓的賣場 竟然主建物是停車場 上面竟然是附屬設施 而且附屬設施高達十二層樓 這個讓人大開眼界 就是說三創本來他總投資金額規模是相對比較少的 但是他一連串的系統爭議下來 果然讓人大開眼界 而這樣的案子竟然是郭董本來要傳承給他的兒子 長子郭守正接班的重要指標案 這個是郭守正自己自行創業一大堆外在的事業以後 第一個認真指導執行 然後認真處理的鴻海的內部的創業事業 所以這個對郭董來講指標性很大 那沒想到媒體一追 果然這個包含郭董得到的待遇 遠雄得到的待遇 美和氏得到的待遇 跟我們一般小老百姓 這中間落差太大 對的確 其實郭董他一直嗆說48小時你要公布所有的資訊 其實經過媒體公布已經差不多了 你還在等什麼呢 那我們看到他今天找了一個管道 那這個管道是他曾經投資的一個科技公司 這個宅本橋 這個名字對我們是陌生的 但是呢 可能柯P陣營對他是熟悉的 因為在柯P他競選期間的大數據是他所負責的 另外他現在也是市府顧問 尤其是台北市府的科技網路組的召集人 那對於這個柯P是愛護有加 可是剛剛這個宅生有提到說這個宅神此宅非彼宅 這個宅本橋他說他願意當調人 其實郭董也找了這個宅神作為一個調人 可能馬上就會有所謂的溝通了 那這就是或許郭董本來生意那麼大 你看六大報的辦門廣告 到今天媒體去問他 甚至之前一日市值掉了三億 那柯P講說那你家的事情你自己要檢討 他也沒有聲音 甚至就是說媒體問到他說 那48小時到了你要怎麼處理 那他也沒有說積極的反應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要尋過去這個蔡明忠 或是馬上今天晚上趙騰雄的途徑 也要跟這個柯P談一談了 那柯P他立於不敗之地的原因就是說 我沒有拿過你的政治現金 我一謀前面拿過 所以柯P他有大聲的這個本錢 包括其他人也是一樣 那我說這個媒體公佈的資料差不多了 其實之前嘉慶有拿出來過 我再仔細看一下 這個郝龍斌如你的這個公文 在這邊如你的公文 裡面細節我們一直認為說 他的建造成本是38億 其實不是 建造成本只有21億 那還包括其中的我們看 其中的開辦費 興建成本加上開辦費 這列在第四點的第一項裡面 預估只有21.63億 其中興建成本只有21.01億 那至於說我們講的權利金 好我們講說開發權利金是1億 營運權利金是8.09億 加一加就是我們講的10億 10億加上我們看到的21.63億 不過不滿38億 31億而已 那至於說租金跟稅收後 我們政府每年只拿回來1.24億 這個是不符合比例的 加上說它本來是一個停車場 那嘉慶昨天有一合約講到說 樓梯板面積2分之1是規劃為 所謂3C啦 產業使用 另外2分之1你也拿走了商業設施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包括這個評分表 你12個評委裡面 你全部11個評委都給你最高分 那這中間有一個疑議 就是說這不是合法不合法的問題 是說未來我們所有的招包現場 是不是大勞保力臨了 然後說我砸2億 所有的評委就要轉彎呢 這是一個潛規則 把它端上檯面 所有的評委在那個氛圍之下 難道就是公開內定了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我說這個事情 他不過這是幾大案 我們不講說弊案 幾大案裡面其中一個 柯P現在呢 他現在有監察委員的奧元 我講的不是廉政委員裡面 就是監察委員針對林冠林那邊那個表 大巨蛋 大巨蛋美和室都曾經有過報告 是 今天柯P他要拿39項去跟你趙騰雄 理論嘛 對不對 你能夠回應嗎 那還有合約裡面 我們也提到 今天媒體也刊登了 原先這個合約跟後面的 這個所謂的2006地能合約 很多喪權入國就是在這裡 如果真的要我排 這個大巨蛋真的是肥類啦 裡面很多譬如說 不可抗力終止契約的時候 從無償轉移改成建價移轉 建價費用還要雙方負擔 雙方負擔之中說 我們四福養負擔 你都已經不可抗力 你都已經可能是一個敗的案子 那你還不無償轉移 你還要我們出資 這真的是不合理 再加上美和四 如果郝龍斌你真的做得對 為什麼你要求償35億 你後來要加高76億 那在這種情況下 監察委員要重新建價 是新的EP監察委員 包括我們過去的媒體 王美玉 他們三個監察委員 他們進去重新建價 所以這樣子排排站的話 已經是整個是就案子論案子 有沒有合法 這個要交連鎮委會 陣風處還有司法單位調查 但是這合理嗎 合情嗎 在情理方面 郝龍斌 你跟這個才能站在一起 合理合情嗎 市民看了會不會傷心 你不要講說市民 那些光華商場的 之前是不是 你們有欺騙之餘啊 之嫌啊 為什麼 你說我不影響你生意 我這個空橋把那個人流 帶到你們那裡去 空橋也沒著落 你三月都要開幕 你說你要如期開幕 空橋在哪裡 好 我們稍休息一下 關顧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 向前看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北市長一換人單家之後 這個十大建設 是不是眼藍就變成了十大弊案了 那現在包含雙子星大巨蛋 跟美合室的案子 監察院都要介入重啟調查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前台北市長好龍斌 任內的兩大BOT 雙子星與美合室案 都被外界質疑 有圖利財團之嫌 台北市長柯文哲打算 今年三月將重新設置 廉政透明委員會來重啟調查 沒想到監察委員搶先一步 他只是舊案的續追 因為一案不兩查 我看這十多年來 很多大的這種開發案 很多都是BOT 所以他容易有一些爭議 我想大概都是針對一些程序問題 長官回應相當謹慎 但有不具名的監委私下透露 希望前台北市長好龍斌 能經得起調查 重啟查案前提前放話 監委的做法有待上去 不管他這句話是祝福或是言語 我覺得都不妥 因為公正客觀我心如稱 允殖器中應該是監委應有的修為 在監察院現在的人力 只有19位監委的情況下 居然有監委要搶調查 我們真的覺得這監委是佛心來著 還是純粹護航 實際上2012年監委調查美核事案 就認定台北市府低估了土地成本 損失超過110億新台幣 當時監院就已經通過 糾正台北市政府 這次監院再度重啟調查 是否有實質功效 還有待觀察 記者綜合報導 好劉雄同學我們來看 過去我整理過台北市長好龍斌 在他卸任之前 因為以為要洋洋沙沙列了一個十大建設 當時自己還召開了一個台北新十大建設記者會 那我把當時的舊畫面舊照片找出來 當時我就覺得這樣子玩十大建設 這四個字會不會到最後是公然侮辱蔣經國 那現在看起來 當時他為了雙子星的案子出來開記者會 沒想到雙子星變成一場無鬼搬運的弊案 那到最後也流標了 那我們特別整理出來 他恐怕到最後留下來的不是十大建設 而可能是十大弊案 十大弊案當中前面幾大都是BOT的開發案 三創本來是開發總金額規模比較小的 那美核事雙子星跟大巨蛋 其實都是數以百億計算的 但是三創的合約 因為小老百姓一攤一看 哇 天底下還可以組建物是停車場 副組建物是十二層樓的賣場 立刻傻眼 但是回頭來看 黃斌現在還喊冤 還說忍無可忍 那陳昌文還說這在清算前朝 你怎麼看 雙子星就是好農斌跟賴士生 他們是這個叫做什麼 楊小無差就認識了嘛 那是男女了 一般就是說從小他們兩個父親都是那種軍頭 幾十年的哥們好兄弟 所以他聽他的話聽進去了 就說申集團OK的很好 所以他跟邱大展就會到日本去看申集團 就被何月如這些人騙了嘛 那換句話講 那誰騙他就是賴士生這些人騙他 然後他也願意被騙 所以造成後面說人家是詐騙集團 我看最大詐騙集團就是這幾個頭嘛 這是一個 那你看到大巨蛋 如果你拿那個監察院的報告來看的話 那簡直不能簽約的是以馬上就要立刻 就地槍斃的事情 46條條文 其中44條都改過了 只剩兩條沒改過 所以裡面的經費的問題 大概92%到95% 通通是政府優惠到這個大巨蛋 然後你看到這個美和事 美和事前面大家都知道 你剛才提到76億 好 那看三創我們前天也在那邊算過 如果一平用1萬5的租金 那最近聽說有個新一義房屋 他說平均要1萬8 那如果1萬5就好了 他50年的話 將近800億 老兄 800億他才付出多少 付出一個50幾億 付出一個10億的權利金 然後建設費用剛才說21億多 那總共他可以賺到700億以上 那這怎麼回事 當然人事費用再開到100億的話 他至少賺五六百億 他坐在那邊等 大家來當他二房東的時候 他當二房東的時候 可以賺到五六百億 那這種生意誰不能做 好了 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們就發現 我們細節就不要講了 所有最近跟我們談的朋友都說 選舉太多了 因為選舉多以後 很多的事情就變成利益輸送 途利甚至於拿競選經費 你不得不做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請你看 總統大選 從過去的高鐵ETC 到後來的大巨難 到後來的日盛生 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就是富邦日盛生 好龍斌就是邱月元 雙子慶之類的東西 這選舉 想不到選舉 可以創造台灣這麼多的經濟活動 但是這些經濟活動 請問台灣的民眾有享受到嗎 沒有 小百姓是最大輸家 因為這些都是公有資產 公有資產被賤賣或者掏空的話 等於是全民一起買單 全民受損 我那個同學叫邱大載 我一直說他不會有問題 他是使命必達 但是呢就死得很快 使命必達 你想 你說不會有問題 是老闆叫他辦事 他不會有問題 使命必達 因為長期一段時間 他都用他的地政專業說 我們要搞地上權 所以他曾經讓台北市的負債 一千多億通通扳回來了 可是為什麼 同樣的時間搞地上權的時候 你要把光華商場 把這個邱月元搞成這個BOT 你告訴我 我現在也要問這個同學 你為什麼那個時候 突然搞地上權的時候 你突然有一個案子 叫BOT 我問你BOT跟地上權 有什麼差異 C25 C25就是101前面那個 市貿那個空地 富邦買多少錢 買一百七十幾億 地上權的權利金 一百七十幾億 那你想 那個面積也不過就是兩千多坪 對 那這也兩千多坪 對 那為什麼這兩千多坪 他只要負十億 加上蓋的房子錢二十一億 他負三十一億 要查出多少 所以 郝龍斌的理由是說 有一些案子地上權 標不出去 喔 怎麼可能 這個地段怎麼會標不出去 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 不是理由 對 你去問富邦 這個地段要是給標的話 富邦可能也來投標 他產壽險一大堆閒置基金 真的我最喜歡標這個 因為 C25標的時候有兩三家 都是大家的這個 壽險公司 對 請問這塊秋月有幾家 七家來標 至少七家 對 而且最後決標 評審這個評分的時候 還有五大標 而且五大咖都是上市櫃公司 都是有財務一定的能力的 對 而且我沒有話說回來 我們的政府已經倒退到二十年前了 請問現在還要用實體店面嗎 好 假如到時候 假設我們說好 今年開工了也完工了也使用了 結果他使用的目的不是資訊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要收回呢 我補一句話 他很有趣 他一切細節我不多談 他加一句條文最後一條叫其他 任何不違反法令的都可以做行業 什麼都可以做 這條才是最關鍵的 我沒看條文我就知道 最後再一次感謝老天 送給我們一個科文子 終於來查了 讓我們開開眼界 現在緊鑼密鼓 本來你說三月份的廉政委員會 現在提早 我不能寄予太大的寄望 但是至少有動作的話 很多事情會慢慢曝光出來 但是我也拜託大家 一起來支持柯文哲 因為有太多的媒體 才一直在酸他 才一直罵他 甚至於我要看到幾個議員 還搞不清楚 也在跟著起哄 要抓啊 柯文哲不重要 那個弊病才重要 我們把弊病抓出來 犧牲柯文哲都無所謂對不對 好那嘉欽 剛剛這個劉雄同學講到 為什麼這一塊地跟富邦的C25 基地面積一樣都2000多坪 但是富邦在新計劃去 要花100多億的權利金 才可以拿到地上權 可是台北市這一塊地 一樣是精華地段 他就不標地上權 而且他還很妙 他竟然會設一個 開發權利金的上限 一般在招標的權利金一定是 越高越好 台北市政府的邏輯很奇怪 他寧願量申定做一個 有上限的標準給財團 為什麼 這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他是假民間興建停車場 交通設施為由 因為他一旦要設這個 所謂的交通設施的時候 都說因為我基於公共利益 就像這個金站的交九 或者台北市府的轉運站 都是用同樣的邏輯 這個時候我全力 因為他要考量說 你是要有興建成本 然後你又有將來營運的成本 因為整個你都要負擔 其實像不管是金站的交九 或者是台北市府轉運站 他們還是向客運業者收錢 有收租金 那今天他在停車場 他也是有收租金 所以其實他還是會有收入 對不對 可是他顧及說 你可能這個本業會貼錢 那我就補償你一些 可是依這個邏輯來看的時候 他就設想說 你這個業者可能吃虧很大 所以我把你的權利金 就弄得很低 那我就剛好這個之後的標案 像富邦拿到的案子A25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對比了 其實不要講這個 找以前的101大樓 也是BOT案 這是很明顯嘛 我們一年單單是地上權的 這個權利金就要拿回7億 那還不包括其他的紅利分股 等等之類的這個回饋 所以你這樣一算下來呢 這是為什麼今天我們大家 會質疑這個案子的原因 那我問一個很簡單 觀眾朋友才聽了懂的案例 就是我如果是台北市政府 廠商來喔 廠商要跟我討論或談判 一定跟我阿Q說 喔 那我拍探錢怎樣怎樣 我如果是要招標的 我這一塊地這麼漂亮 我管他的 你拍探錢是你們家的事情 反正我這麼多 就我沒事還是不需要 去設一個上限 不需要去幫他想 我就想你們這些人 誰可以給我最大利益 我就挑誰嘛 就像我要賣一塊土地 賣東西我來招標的話 一定是誰出一個最大的價錢 然後我標給誰就好 台北市政府幹嘛 沒事幫廠商這麼著想 著想到權利金 要給他一個限制 要讓他一個發展 我個人也是一直這樣在質疑啊 就是說 你一開始都是溫良公減讓 彷彿你是這些財傳 後面的這個財務大臣啊 幫他做計算 而不是站在一個市政府的財庫 未來的考量 因為我們現在台北市 重要的精華土地 現在都處分了五十年七十年 請問一下 以後接任市長的人 以後的下一代 他要靠什麼來收入啊 那以後就是銀絲苗兩嘛 五十年七十年 我將來就土地都處分完了 我還能怎麼樣對不對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在提醒這件事情 那他權利金一開始就定上限 只有十億 那所有大家都進來搶標啦 我今天 剛剛光琴有提到說 其實他真正的興建成本 只有二十億億 從停車場到上面的十二樓建物 對不對 比起我們隔壁的光華商場 是蓋了三十八億 那簡直是天差地別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 乾脆這樣認賠好了啦 郭董也想要停工了嘛 那不然我市政府再出個四十億 把你全部都買下來好了 然後我再來把它OT出去 這樣會不會划算 划算嘛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是覺得說 郭董如果真的有誠意要解決這個問題 剛剛講了四十八小時 你要大家公布上網 柯P很願意啊 柯P好想做啊 可是柯P不能馬上做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好龍斌給人家簽了保密協定 如果今天他片面的給人家公布了 好龍斌馬上被鴻海告啊 那你郭董真有誠意的話 你應該昨天就趕快派法務專員 去跟財政局說 我們來把這條條約修掉 我們有一個同意書 全部公告上網 我相信大家一定給郭董拍拍手 說您真有誠意啊對不對 然後你要停工也沒有關係 市政府也不擔心 因為你還沒有拿到使用執照 你也不可能營業嘛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下 我們是從 其實我老實講啊 三創是所有這些BOT案裡面 相對規模小的 相對乾淨啊 乾淨不乾淨我不知道 但是相對規模小的 好收拾散後 這是真的 那我要特別講 相對容易處理 認確 而且12個評委裡面 除了邱大展領軍做局長以外 其他幾位評審是誰啊 有三位呢 都是各局處 產發局啦 交通局啦 這個 科長 對科長級的耶 那你以科長級的程度來講 他就可以決定一個這麼大的案 那他要不要聽上面的話 好歹你也派個什麼副局長 或專門委員來吧 來決吧 所以這些人當然是聽上面的話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有好龍斌的意志 然後再加上其他的七位 這個學界的 或者是一位律師 也通通是 通通是長期跟我們市府 慣用合作的那一批學者名單 有幾位還有跟包括美和市 包括所謂的雙主星 都 我不敢說都 都完全百分百一樣啦 但是好幾個都是長期的 對 所以他們要不要揣摩上意 他們會不會了解嘛 市長要什麼 要不要了解好市長要什麼 要嘛 要了以後 將來我們有一些案子 然後再加一個文件標 來審查基本資格 第二個 我就給你做一個interview 12個 18個 17個 所謂的評審委員 那接下來呢 這還有一個美額是說 哪一個廠商私下有比較多的管道 得到資訊 那我可以在這裡面的時候 我加碼來開出 比方說輕創這個基金 他就用說我捐兩億 對 其他人有得到這個資訊嗎 沒有啊 所以這個就形成一個平等的結果 而且那兩億到底在哪裡 沒有拿出來 那兩億現在誰在哪裡 沒有拿出來 我不知道 好 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北邱頁元的案子 郭董在禮拜一登了一個大幅的廣告 六大報的半版頭版頭 通通都是郭董的廣告 郭董覺得從頭到尾 如果大家對這一個BOT的開發案 有意見的話 歡迎廉政單位 中風單位 司法單位 你們來認真查 那郭董嗆瞎的時候很硬啊 那柯文哲回話的時候也很硬啊 他說那 財團不要太囂張 我選舉的時候可沒有拿你錢啊 那台灣社會不盡要問 難道好市長選舉的時候 有拿這些廠商的錢嗎 否則為什麼一個接著一個開發案 通通都會簽下不平等條約 這些不平等條約的背後 還有多少故事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中風處一位同仁打電話來 說柯市長想請我擔任 這樣子的一個其中的委員 即參選台北市長後 作家馮光遠這回 將出任台北市廉政委員會 主要的工作當然就是查弊案 現在的很多的問題其實都是出自於前兩任市長 在這個他們這個執政期間 他們發包出很多的這些工程 我們現在去看其實很多都是所謂的不平等條約 包括楊石秋議員 馬宇峰 顏秀慧律師 鄭文隆律師 顧中華教授 楊志良前署長 還有林向凱 還有洪光遠 林政委員會 柯文哲一口氣找了八個人 包括前監察委員 還有卸任的政務官 我對柯市長倒是有點建議啊 最好是把所有的資料都了解清楚啦 然後發布的時候就是一刀斃命啊 那麼免得到時候這個殺敵三百至上三千 大家可能會覺得好像在查查前朝的一些所謂的弊案 那是不是弊案不曉得 現在只能說有些東西可能在我們看起來 是有些疑慮的 而林政委員會首先要查的就是鴻海三創園區 在郝龍斌任內的時候 所有的事情都以所謂的商業機密 都不予公開 好市府時期三創BOT案的契約 連市議員都很難查閱 也難怪現在一改朝換代 柯P就要一一查個清楚 就怕官商勾結人謀不髒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周小平同學你是台北市議員 過去我們整理過郝龍斌版 為了雙子星的招標案 他出來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個時候記者會 洋洋沙沙弄了老半天 就說台北新十大建設 可是當時雙子星就很有鬼 我們就覺得十大建設搞不好 會變成十大弊案 現在看起來 還真的很有可能是十大弊案 那前幾大案 Po是這個台北市政府 數百億的開發案 三創即時規模相對金額最小 剛剛講到就算將來要解約 或者是要重新來處理的話 相對會最容易 可是台北市長 郝龍斌市長 一連幾個BOT案 通通都可以簽下不平等條約 你覺得為什麼 什麼叫BOT 就是政府財政很困窘 可是要做那個東西 幾十億幾百億的公共建設 又沒有錢 這個公共建設做出來 對台北市進步又很重要 這BOT的精神 那我們先看談三創非常簡單 國台北這塊地 第一個 當初BOT竟然你缺錢 那你為什麼只訂十億 我從來沒有看過BOT不是自由競標 這是一個自由的資本主義 你有本領你就填高 其實就是為了某一個特定對象 而得到標 既然BOT 既然缺錢 政府財政這麼困窘 那這個案子 為什麼不回到 叫不管是苗家 不管是鴻海 不管鄭薇或藍天 你就寫標單 而且兩個重點 第一個 寫得越高越好對市庫 第二個 所有的投標 得標人 大概BOT案 你投的標的比例會佔六七成 其他Proposal佔兩三成 這個只佔三成五 而且只有到底屋頂就是十億 你政府 你就只有十億可以賺 那就不要搞這個東西 第二個 公共建設需不需要城市的進步治理 不需要 你他這樣搞又賣照相機 我們博外路的照相機會倒 又搞賣電腦 那我們的巴德路商圈會倒 那又賣三七我們光華新天地會倒 那加上他有一條規定說 所有的他可以包山包海 最後一條叫其他 只要不違反法令的行業都可做 所以他BOT會弄美食街 以後以後百貨公司 好我們 那郭台銘為什麼會得標 大家上線 如果沒有上線 就好像德國高速公路 隨便你標車 你六十八億五十五十四億 大家各家來標 那你的兩億的青創基金 就一點都不起眼 對 沒錯 好 那因為你 我認為兩個理由得標 為什麼那個郭會得標 第一個 你屋頂是十億 你捐出兩億 十億個評審就熱烈盈眶給你第一名 第一個 很感動 是是是 第二個 就是有沒有交代這些評審委員 給特定的廠商 這是第二個 那因為他的屋頂很低 這兩個理由就足夠讓那個鴻海得標 這是我想得標的理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得標以後幹嘛呢 他總共付出了三十八億 幾個東西 第一個我二十億蓋房子 然後利息 這個我們要幫人家算一下 我們也幫他講個話 前一期十億等等 那這個幾乎沒有人事成本 我昨天有去見那個 我們光華新天地的智慈會會長 他跟我曾請 他說 我們差不多快倒了 天橋也不做 你這樣搞 弄成 你弄成三七百貨了 我們怎麼活 他說 他說那我說他們怎麼經營 鴻海 他說他們的揣測 是 如同大房東是我們 我們不作為讓人家做二房東 他們用收租的房子怎麼收 像百貨公司 是啊 所有營業額抽十趴淨利 好 那我覺得講人家幾千億 那個沒意思 我們很保守估計 他一年營業額三十到四十億 我認為是合理的 對 好他總共出了三十八億 如果是一年營業額是三十億 乘以四十六年 是他的淨利 一百三十八億 如果一年的做生意做四十億的生意 你抽四億嘛 然後四億乘以四十六年是一百八十四億 這個案子就是一百八十四億減掉三十八億 就是郭董的淨利 所以喔 你的算法還保守 因為台北市比較強勢的百貨公司 營業額都不是抽十趴 收購可能兩百億 收購很多貴抽到三十趴 然後很強勢的貴可能可以彈到二十出頭 沒有十趴的 十趴不好意思 一百五十億 隊員這個例子 事實上 你比很多對比的條件 他都比人家要更好 比如說他比富邦 富邦是三十五趴商用 六十五趴要文創 你說富邦文創在中聯 富邦對 他的合約是這樣寫 三十五趴商用 對對對 所以你現在看到什麼 可以辦婚禮啦 什麼台歌大進駐啦 他現在都把它解釋成商用 三十五趴 那就是說他 比如說去年只有繳五十六萬嘛 那他就說 那是因為我還沒有租出去啊 對 就是文創的部分 他現在的解釋啦 那當然他的租金很貴啦 他不一定租得出去啦 不過就是說 至少合約本身是有分成的 那鴻海這一棟就是缺業員 他是地上誰變你啊 誰變你耶 等於是百分之百都商用啊 只有這六層是停車場 他吹的都清菜力 而且他本來是要做缺業員 那我打個岔 以大巨蛋那顆蛋為案例 那個蛋還是要維修要處理 要有那個巨蛋主體啊 對 然後其他的呢 周邊的賣場 或者是商辦 或者是飯店 對 那個是遠雄 趙騰雄的規劃跟開發 好 那我們就講這個邏輯嘛 這個台北市現在邏輯是 上面十二層樓隨便你 下面你要給我停車場 對 那台北市哪個賣場 下面不是停車場 是啊 我知道啊 是 你在內湖哪個賣場 你在SOGO 你在星光三院 你在101 哪個賣場下面不是停車場 那我們再往下講嘛 他就是因為是交通設施BOT 所以最高租金只能用功告限制3% 他不是用地上權來競標嘛 結果五加來每個人都出到10億 所以這個部分就35分嘛 大家都同分啊 這個就是小平剛剛講的 而且他特別用財政主標 這個是財政標 那財政標就是看財物嘛 那怎麼會有人加碼2億 做這個育成基金 是在口試的時候說的 對 你如果是財政標 你要加碼加什麼基金啊 你要在書審的時候就要提出 你要白紙黑字裡面啊 你要白紙黑字啊 對啦 那其他的對手被你騎襲耶 騎士頭人才對 你看你被騎襲嘛 因為 因為他是財政標 所以藍天的不重要 對 那就是通路專長嘛 對 那什麼文創啦 邱富森 那個就變成相對不重要 對 他就看你的財務的model嘛 你結出兩個人 而且你是在口試的時候 騎襲人家 當然你會得標嘛 而且有兩個人給他95分 那我如果是藍天哥 我如果是邱富森 我一定不服氣 你浪費我時間力氣陪你玩 是嘛 可是 可是 廣告大家來賠完 賠完你要成本 賠標也要成本 賠償也不會過啦 我說實在不會過啦 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 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柯文哲 這個11月29號 當選新任台北市長之後 這個要進行交接 要處理 那幾個台北市的重大開發案 都還在進行當中 可是劉文雄同學 沒想到 這幾個重大開發案 認真一追 開發結果都讓人瞠目結舌 那剛剛講到 台灣社會從來沒有人想到 我昨天請葉宜金交通委員會 去查 查全台灣的交通設施 有沒有這種 主建物是停車場 上面開發結果 開出一大堆的 葉宜金懷疑 這可能是全台唯一案例 因為一般的賣場 不是這樣子玩的 剛才提到兩億的這個 清創基金 叫做什麼 育成清創 那如果有這個項目的話 照理說七個人都要跟人家講 沒有錯 沒有錯 你要輸多少錢 先不要說有人要輸兩億 你要輸多少錢 是不是 而且每個人可以投標 真的可以跟他們標金一樣 他不必把郭台銘說了兩億說出來 但是要說 有增加這個項目 你們願不願意 大家平等 以當時台北市政府的財政局的立場 歡句話也是我同學的立場 他們是有錢就好 錢越多越好 所以他們才會 把台北市的負債一千多億 當時把它打平了一部分 所以為什麼說現任的人 佔優勢 都給你們贏三分 我主要有錢 我去拿錢 不要說我去拿錢 你自然就會來幫我的忙 對不對 我們也曾經聽過一個笑話 在電視上也說過的那個人 他的朋友 借給他六十瓶酒說 你就發給這些四億元好了 那一瓶大概三千塊錢 結果他就叫他事務股的人說 你去買六十瓶 一瓶三百塊 那六十瓶就變他的了 周小平你雖然是國民黨的議員 你怎麼觀察這幾個國民黨主政的 十六年台北市執政的結果 好 合約裡面第十七章 第十七至二 規範乙方就是鴻海的責任 說有違規之事實的話 甲方得解約 可以找其他廠商來標 好 他今天 吵架了翻臉 那我花了三十八億 沒有三十八 二十幾億 我不玩了 我生氣了 我退出 你主動退出是一條路 你不退出 市政府科文也可以裁決你退出 OK 那叫藍天或是苗家來接 那市政府真的可以很輕易的多賺幾十億到一百億 我們希望樂觀其成這個路走 等等 但是我插了嘴 那個合約我也看過 有一個問題是 合約規範只有主建物 主建物哪裡 停車場 停車場開了啊 他剛剛講停車場開了啊 結果上面不動 停車場這兩天都有營運 他是說他上面的賣場 他在停工 那講一句不好聽的 現在看起來賣場 他要開工停工都是他家的事 因為他跟台北市之間的權利義務範圍是停車場 而且他停車場早就如期開工 你還不能說耳機 我再講 我們再回到我們顧名思義 第一個 是不是主建物跟副主才有爭議 那個地幕已經是資訊園區 這個大家要釐清 這個我們不用花時間在那邊 argue 第二個我跟翟神報告 因為副主建物也好 即使是主建物跟他走 應該也一起走 所以是可以一起談的 我們對法律有爭議啦 大家再談 再回到林冠的問題 為什麼每一個BOT案都會出問題 為什麼每個BOT案都是市庫倒霉 老百姓倒霉 環境衝擊倒霉 然後兒財團賺錢對吧 我們不用一個一個贅述 就是回到結構啦 我是國民黨的黨員 可是如果一直這樣搞 跟土地財團的官商勾結 而欺負中小企業 欺負小市民 欺負年輕人沒有房子 欺負二十二十六年都不加薪 第一份薪水是二十六K台北市 這個政權必倒啦 我們對我們的朱主席 有很大的期望 可是我們也對他失望 為什麼他還在搞平衡遊戲 他為什麼還要再找郝龍斌 再當副主席 多找些年輕人 有些幹勁 本來危機感 你到底是大破大力還是謹小勝 我們在觀察朱利潤 本來已經危機了 二零一是選出落了嘛 然後他又做很小幅度的變動 然後聯合報叫你黨產歸零 你也不歸零 你也不歸零 咬馬英九現在好龍斌 幫他擋媒體的子彈 再回來柯文哲這樣子 聲望很高 那柯文哲這樣幹的話 更讓朱利潤跟國民黨邊緣 這是本黨最大的危機 那柯文哲可以這樣子幹 某種程度是他過去跟政治圈 沒有掛鉤 沒有包袱 有很大的關聯 沒有任何包袱 反正這些一比一比 認真算帳 那認真算帳 其實這一些資訊 他才會透明化 對 好 我們稍休息一下 廣告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104年1月21號 我們看到了 這個禮拜一 郭董六大報登了頭版頭的廣告 針對他在台北秋葉原的開發案 有所反擊 結果柯文哲就直接炮轟說 紅海太囂張了 得了便利還賣乖 為什麼他會講得便利 因為從頭到尾他覺得 秋葉原賣的太便利 而且柯文哲還嗆郭董說 我又沒有拿你錢 我從頭到尾沒有要欠你的 那同樣 這個柯文哲也覺得沒有欠他的 這個是遠雄趙騰雄 趙董今天晚上要跟柯P柯市長會 今天晚上這個柯趙一會 所有跑政治記者跟SNG的記者都累 都只能守在外頭 那同一時間台北市成天在打仗 柯文哲至少開闢了五大戰場 五大戰場是把過去馬英九跟好龍斌 前後高達長達16年的市長任內的重大開發案 都要認真來清一清 那不知道是不是柯市長太嗨 還是馬英九真的年紀到了 今天竟然媒體還曝光了 他去年底參加路跑差一點休克的畫面 為什麼會差一點休克呢 馬英九執政到了第六年之後 貪污無能這兩個標籤緊跟著他 那現在再往前推呢 過去前後16年的兩任台北市市長 真的也都貪污無能嗎 貪污無能背後 有多少不會人知的故事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季國東委員好 林冠先生大家好 再來莊貝雄同學 大家好 孔光遠同學 大家好 張士剛同學 宅神朱學衡 各位大家好 再來是光琴 大家好 這個我剛剛講到 滿久馬市長 當年是小馬哥的年代 就最愛跑步 沒想到今天媒體曝光了一個 他跑步跑路路跑 路跑到終點過後 差一點要昏倒休克的畫面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道 馬英九總統一向熱愛跑步 沒想到一周刊卻爆料指出 在去年11月馬拉松賽當中 疑似因為突然不舒服 居然差點在終點前倒下 幸好旁邊隨後一把扶住他 甚至最後還傳出因為疑似收客 需要吸氧氣治療 最後經過醫生診療 甚至傳出 有可能終生禁止跑步 國安局一口否認 強調馬總統安全健康無魚 也表示總統仍然繼續跑步 不過馬英九總統 畢竟也60多歲了 立法院長王金平 就勸他要多多保重 快走膝蓋 比較能夠受到保護 不至於有比較嚴重的傷害 究竟上了年級 這個膝蓋最重要 總統府現在說明 一切都是虛擒一場 絕對沒有外界的爆料內容 畢竟馬總統現在政治環境 有如四面楚歌 就怕心理影響生理會給外界錯誤解讀 記者綜合報導 好阿宅 康文哲這幾天上任之後 不斷的把過去台北市的重大開發案往前追 都快要追成馬好的大弊案 這個凸顯馬好當年執政的重大建設 重大成績到底會不會變成重大貪污舞弊 沒想到同一時間就傳出來 馬英九總統竟然路跑的過程 好像是體力有一點不知差一點要休克 我覺得其實大家今天看這個新聞 就可以證明誰真正已經過氣 就是基本上馬英九說他路跑前休克 照說對一個民主國家來講 總統路跑跑到最後不行 生命甚至有危險 是很嚴重的事情 會動搖國本 但其實在台灣大家覺得還好 因為馬英九早就被大家判斷已經政治休克了 所以我們才不擔心你在路上怎麼跑一跑 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唯一擔心只有一個事情 就是萬一這個 找我忘了他姓什麼 我們的副總統吳敦毅 我剛剛又脫口講出另外一個姓 對萬一他接任怎麼辦 但我覺得其實應該這樣講 這個馬英九路跑究竟是不是有休克 究竟是不是身體有受傷 這是一個花絮新聞 可是對馬英九來講 對好龍斌來講 接下來真的要擔心的一件事情是 遠熊大巨蛋最後一約確定跟簽約 是在馬英九任內 2006年這個百分之百是沒有錯的 那所以對馬英九來講 這個東西因為特別是在跟趙騰熊 2003年的原始合約跟2006年一約中間 有非常大的改變 我只講一條很誇張 2003年的原始合約裡面規定了 如果今天大巨蛋的經營有虧損 那你可以用旁邊的商業設施 這些電影院啊百貨公司啊 這些商辦來補貼它 但如果你的商辦有虧損 你不可以拿巨蛋來補貼商辦 所以才會開放那麼多的商業樓板面積嘛 但在2006年最後簽訂的合約當中 這一條被刪掉了 換句話說所有你讓大巨蛋旁邊包了一整圈的商場賣場 電影院商辦就是為了那一條 就是為了這一個BOT是怕廠商虧錢怕廠商倒了 所以你讓他開商辦開電影院開大賣場 結果你把這一條拿掉了 那請問你在簽約的時候 身為市政府代表你白癡嗎 你把自己地割給他耶 當時拿掉是2006年喔 2006年那個時候等於是馬市長任那天的 就是說大巨蛋歷任的不同的市長 有不同的進度跟不同的合約跟不同的決策 那以這一條來講不能算郝龍斌的要賺馬英九的 OK 那所以對馬英九來講 這件事情真的很嚴重 因為你議約怎麼會議到這種合約 這是絕對荒謬的 當然接下來就把馬好兩個人又拖在一起的是 BOT案大部分是從馬英九開始在台北市大量推廣 然後在郝龍斌那邊到達一個高峰的時候 仔細想想很荒謬啊 你的任期就是4年最長8年 但是你可以決定50年到70年的土地割讓 我講明一點 因為50年之後還可以申請10年展延 再10年展延 所以最多到70年 今年搞出去 把你的孫子的錢都賣掉了 已經不是講孫子喔 你知道我兒子朱老胖今年5歲 他今年5歲喔 70年的BOT案是到他75歲的時候 才會把這個地還給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這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應該這樣講 我們這一系列看到的 不管是弊案或者是合約極端的不公平的事情 其實牽扯到是 上一任總統開始的這個BOT 他牽的不平等條約 然後下一個郝龍斌原先 他可能自以為啦 那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有這樣信心啊 他自以為搞不好有機會 他會變成下一任總統參選人的時候 這一系列的指控跟這一系列的弊案 是不是又讓國民黨又有一個人淘汰出局了 我覺得會是這一盤關係的重點 好 那中立同學 你有沒有路跑過 有沒有昏倒過 休克過 好 我在走一路過 馬總統其實你注意把他看 這一次他跑在路上的時候 周端跟他講說 總統差點休克了 對 他最後到達終點的畫面 差點要暈倒 然後旁邊立刻有人稍微去扶他一下 任何人 就是那個狀況好像身體狀況是突然變差了 任何人只要像現在馬英九總統 總統是在幹總統的 然後底下 撲撲撲撲撲撲 案子一大堆 天地開花 對喔 在那裡走的時候 心肝痛這樣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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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撩 尤其又碰到你看大巨蛋 又碰到整個美和室 我看搞不好會有比休克還更嚴重的事情發生 但你注意把他看 這些案子我會覺得 馬英九會覺得說 天下本地不是都我們的嗎 我還做總統呢 台北人為什麼輸到這個形 所以他現在心裡頭一定是百感交集 他會認為說 當年的小馬是如日中天 怎麼現在的老馬還在為 其他的徒子徒孫 好像一個一個被給宰掉了 這一次在台北市爆發這麼多事情 我的感想只有一個 小櫃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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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說市長克水 市長也克水 還是災團克水 總統他給你也克水 大老闆克水 他們大家都克水 他們都像我這個我們的 這個藍的 什麼事情都穿菜就好了 我一個禮拜會到台北來 一天 我不管在新鄉 或是休留休 或是鄉村 或是在元州 我跟他說 我都跟他問什麼 我都跟他說我們這裡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我又有機會 他們都說台北的好不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台北市搞到 怎麼會一個新任市長上來以後 全國各地都在矚目 那你說這個該怎麼辦 你說這些人怕不怕 他怕 馬英九怕不怕 他當然一定怕 郝龍斌怕不怕 郝龍斌好像出來說 我忍無可忍 他很生氣 我跟郭東說 你是要跟你們副主席 你要跟他們生氣什麼 你要忍無可忍什麼 這些事情哪一件是假的 真正的破口在什麼地方 監察院去糾正台北市政府 公共工程委員會 那個時候 事後你看到我們台北市政府 做了哪一件事情 把美和市那邊的 重新再去做一個建架 對 那建架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重新再估價 重新再估價 那就是在估估 為什麼 他也知道 這個火一直燒燒燒燒燒到最後 如果不得了 一整個 翁起來 看他要怎麼 灰消除啊 所以這個到底 是不是必案 現在郝龍斌 嘴巴都不要太硬了 現在沒有人去指控說 你好龍斌 你去拿錢 去幹什麼 都沒有人去這樣一個指控 但這些事是不是必案 當然是必案啊 你看這一次出來在談的這些議員 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我們實在是很老闆 這就是我們麻麻的 麻麻幾年了 沒人要聽 政黨一個 不是政黨 市長換人 柯文哲贏了 隨便一丟 大家開始討論 這些資訊不是以前沒有出來過 都有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台北市現在出現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現在去檢驗過去 你會發現一樣東西 大家都想過客人 你像比如說我們一個小科員就好 路 路要一扛 一個科員就可以開國合約 來快點補補 你們快點補補 那個多少 3千塊來3千塊 快點補好就好 可是這些重大 重大的一個標案 好像大家都拿市府的資源 光遠兄 好像這個不錯 交個朋友 不然這個就給你了 不錯咧 我們是好朋友咧 這個也給你 所以為什麼會到最後 產生什麼馬油油 好油油 社會大眾會去質疑的原因在哪裡 那個都不是空穴來崩 就是說 你這個會不會有多少的 讓廠商拿到太多的 不當的一個利益 我們不管你這個手掌有沒有拿到 至少你可以大膽的去講一句話 就是說 你們這裡做首頂的人 都拿台北市的主委 在交朋友 你還問我說 交什麼朋友 我說這個人有一天 都有想著大位啊 那個大位啊 所以把民間的好友全部都先交起來 你拿什麼去跟人家交 拿台北市的公共建設去交 那他就賭職啦 那他賭職 當然是賭 就是說他到底是台北市民的代理人 還是財團的代理人 這很重要 就是說作為一個台北市長 他是台北市民的法定代理人 所以合約書最後市長畫押簽名的時候 他代表的是台北市民集體的權益耶 當然 你看這個世代運就好了 世代運我在這邊都講過 你本來是 你預賽五天 決賽是七 不 預賽七天 決賽五天 總共那十二天 當初我們講說 小巨蛋是一個國際級的籃球場 結果 打過去多少次 三次 小巨蛋花45億 你蓋起來之後 打三次 大家都在那 國際標準的場地 都是在那邊辦演唱會 也就算了 你辦世代運 你好 為了一個世代運 還要蓋一個籃球場 二十幾億 你會覺得 這個在一般人的想像裡面 我們就有一個 全國際標準的一個籃球場 叫做小巨蛋在那裡 你不贏 你為了要再辦一個 五天的一個決賽 你還要蓋一個二十幾億 要蓋一個籃球場 你會覺得這個市長的腦袋瓜 在想些什麼 結果你把他的細部的計畫拿出來 一看 夭壽喔 你就不是要蓋藍球場 都要創什麼旅館 要電影 你都是搞這些東西 前陣子我們要談的是什麼 精湛交球 對不對 你說交通 轉運站 後來你才發現 好人 都在蓋 都在蓋一些商業設施 商品牌 上面是飯店 然後是地上全的住宅 所以都只在找到一個連結 就是為了兩個字 開發 你看現在很多私立學校 你只要看到他說 我們要停校 我們要簽校 你聽到簽校你就知道 又有人在A錢了 那個財團法人 那土地都不能賣的 他就跟你說 我簽校 那這塊土地 兩千元 這算是幾百億 我們要轉腳踹一塊 把這個學校 簽到這個地方 簽校 這一塊土地就可以賣 所以只要簽到這些明目 你會發現 這些人都很厲害 但回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這些東西都是台北市民的 你做一個古料 你一個落後 大家就認為說 沒關係 馬英九都可以這樣搞 好了 為什麼不能這樣幹 大家都在交朋友 但是他簽想萬想 沒有想到說 台北市會輸喔 一輸問題就爆出來了 好我們稍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明天向前看的 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北市長 這個11月29號 換人當家之後 今天晚上 柯文哲市長 要跟趙騰雄 來一個這個造科大戰 那造科大戰 今天晚上至少 針對大巨蛋39項 重大的相關的爭議 柯文哲要跟趙騰雄 好好面對面談一談 那同一時間 柯文哲上任做了市長之後 很認真的把某一些台北市 過去的重大開發案 一個接著一個釘 媒體一追發現 怎麼重大開發案 都快要演變成弊案 那前後兩任市長 真的貪污無能嗎 同一時間 馬英九都還是 中華民國現任的總統 距離他卸任還有485天 這個馬總統真的已經四面楚歌了嗎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我現在再講一個 看總統府會不會來告我們 橫踩總統府底線 段一康再出招 2008的這個總統大選 拿了一億 這家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 這家公司的老闆拿出了一億 捐給馬英九選總統 這家公司就順利的去合併了一家 具有歷史意義的公營事業 僅有馬總統有收錢 還待望企業並吞公營事業 讓網友化身鍵盤柯南 點逼馬總統好麻吉的富邦 還有想併購張銀的台心金 通通被斷一坑打槍 馬英九或總統府來告我 我就會講 或者特徵組再傳我我就會講 當然這個不意外嘛 這個我們已經看過太多的案例了 這裡面有很多傳聞嘛 說這個是跟國民黨關係很好的人 雷偉召集小辯子猛踩總統紅線 號稱不沾鍋的馬總統恐怕難以忍受 記者綜合報導 好光晴剛剛講媒體一追 這個柯文哲星光上任三把火火一燒 怎麼過去台北市幾個重大的BOT開發案 很認真的仔細看一看你會發現 每一條都讓人家覺得疊破眼鏡 所以才會有我們把十大建設整理成 十大B案相關的這樣的一連串的資料跟議題 那馬英九總統真的壓力太大嗎 真的身體累了嗎 才會搞到連路跑都差一點休克 其實馬英九歷來只有一次秘密動手術 是白內障手術 你看他平常那個都戴太陽眼鏡 因為他未光嘛 那當時候這個手術呢 其實是偷偷摸摸進行 因為他從投入政黨以來 一直以來都是在賣一個什麼 除了賣摄像之外就賣健康 你知道嗎 他的健康 國語日報也有在報導 那種完全是魚兒往上逆流的這種感覺 你知道52歲的馬英九說他回去看公文 要看到10點 然後做120個仰臥起座 洗完冷水澡之後 精神大好還要再看半個小時的公文 然後晚上就開始跑步 然後跑步10公里還有1公里的泳 我們知道他2008年就開始 2012年他兩次都是賣 鐵人三項 我騎腳踏車都是靠這個打造他健康形象 可是這會兒這個爆出來休克 他說沒有沒有 就跟否認頂心一樣的急速說 沒有我沒有我這個休克 我也沒有回到那個所謂的關地裡面去 那個把那個氧氣罩 他說純粹是因為天冷沒有運動 暖身不夠 這個我說實在的 你否認一大堆 或者說就算是媒體報導 大家要不然就是A啦 要不然就是不關心 大家現在關心的全部都是科幣引爆的 他們兩個留下來提款機 那個提款真的是提的那個真的是裡面飽飽的 為什麼 怎麼提哪一個案子他都有小問的 那楊師兄喜歡攻這個富邦的文創 我喜歡攻大巨蛋 你知道大巨蛋真的是 今天晚上大巨蛋終於要會面啦 我跟你講大巨蛋今天晚上要進入高潮 你知道嗎 我重新再看這個資料 戶數聯盟提了很多 真的是看了然後監察院也提了很多 你知道我舉三個例子 三審期間有三個評委 經常接受這個所謂的趙承雄的妖艷 那馬英九這個跟遠雄簽約什麼時候 是趙承雄生日啊 10月3號還送給他一個生日禮 真的假的 2006年來課 2006年10月3號是我們的趙承雄生日 熊哥生日啊 可是我提這個時間點是幹嘛 熊哥生日馬市長送大禮 送合約書 那生日的前一個月委員的帳戶 其中一個真神委員帳戶還多了290萬 這誰查的 我跟你講這個是司法單位也查了 監察院也查了 但是你們會講說我們講來講去 為什麼這個沒有延伸 是因為說沒有直接證據 就是說他戶頭多了這290萬 你要去證明說跟遠雄這個大巨蛋這個案子有關 所以沒有辦法證明 我看監察委員的調查報告裡面也有列 那這是一個 這個是事有蹊蹺嘛 第二個 你知道嗎 馬英九任內的時候 他曾經為了這個案子 委託一家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進行開發的可能性評估 那個評估其實跟那個美和氏一樣 他竟然低估大巨蛋的自嘗性 說他未來是個注定標準的賠錢貨 我們現在聽來是很諷刺 他是賠錢貨嗎 所以呢 因為這樣說是要給他更多的商業設施 結果更多給出來是 不是棒球場勒 不是體育園區勒 6成2超過6成2是商業設施 就這樣來的 後來呢 他得標之後呢 又提出變更計畫 零零種種的 這個引起爭議 就是接著我剛剛講的 評委就經常吃飯 然後賬戶裡面離奇的多了290萬 那第三個也是真的很離譜的 依照原先的開發合約 停車的空間需要計入總的樓地擺面積 可是呢 他遠雄不斷的向中央或是向地方 一直解釋一直去這個要求 結果馬英九 執政下的北師傅竟然同意停車場免計入 所以他多了很多開發量體 我們上次也講過 當時候在結標前一天公告 變成其他五家中的其他四家 跑了 因為他不曉得有這個訊息 結果呢 遠雄獨家得標 就是這樣只剩他一家 你結標前一天你才開放這個大販售 從31萬的樓地擺面積 擴張成說 51萬平方米的這個樓地擺面積 由他一家獨享 所以50年的地上權 零權利金 這個是我們比較其他各個案子的 都沒有過的 我們剛剛前面才在講說 那個 這個鴻海他們下面三創 他們付的權利金10億 然後每一家當初要評審的時候 也都10億好願意付 可是這零權利金 而且草約跟後來2006簽約的 我們不要再贅述了 裡面就是怎樣 上權入國 真的 這個原先該前置他的 沒有辦法前置 該罰他的也沒辦法罰 就好龍斌誤採地雷 他說你們這些人好好看看 這個合約 像合約通通出爐了 對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上權入國條約 真的好好去看 任何要幫好龍斌辯復者 請看看合約 不包括有幫趙騰雄 承染律師業務的陳長文 哎呀 光遠同學 你現在是台北市 聯政委員會新委員 黃光琴連合約都找出來了 這個當年 192006年相關的合約的變更 乃至於最後簽約 竟然好巧不巧 當年還是趙騰雄的生日禮物呢 沒有 其實真正的一個名稱叫做 廉政透明委員會 OK 要透明 很多事情就是因為不透明 像剛剛講的這個事情 他的整個資訊都不透明 所以很多其他廠商就不知道 他就沒有來參與這個競標 那其實從這一陣子 這麼多的這些事情 我們其實看得到 人家說你這個新任市長上來 怎麼到處開這個 開戰 不是啦 所以一個人的身體裡面 有那麼多農 那麼多艙 時間到了他自然會爆掉 這不是說我今天去捅你一刀 不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他那邊流血 這邊一個洞 全部都是裡面的因素嘛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看到 有這麼多的案子出來 那OK現在成立一個這個 當然這是個外部監督的單位 所以他其實老實講 並沒有所謂的很多的權利去主導 可是作為一個外部的監督單位 那我們其實可以提供的 因為我們都只是這個無幾職的 然後兩個月左右開一次會的 所以我們真的能夠提供的 應該就是一些概念上面的一些意見 那其實我覺得這些年來 最讓大家就是詬病的就是說 而且就是說不太有人特別去提到的 就是所謂的評審 我舉就是說夢想家這個案子為例 我後來你知道 雖然我們一直向那個時候的龍英台部長 要求很多的內部的文件 可是他們總是以就是說 他們那時候簽約的時候 有所謂的保密條款 所以不願意給什麼保密條款 我們今天是在看我們納稅人的錢 怎麼被用 這叫什麼保密條款呢對不對 可是我總是有辦法 弄到了這些名單 而且全部我看過之後 發現就是說非常離奇 因為永遠就是說放行的打勾的 裡面很多案子幾千萬幾千萬幾千萬 才能夠構成兩億三千萬一千五百萬 這麼多幾千萬幾千萬案子 幾乎打勾的總是那些人 有幾個名字永遠是在上面 有一位姓楊的是比較正直的文化人 他是從頭到尾打擦 因為我這位同行朋友 他非常清楚整個戲劇面的東西 所以他看說怎麼可能有這樣子的燈光 怎麼可能有這樣子的舞台裝置 怎麼可能有這樣子的 所謂的發想費用 你知道創意費用 所以他一路打擦 後來我看到到最後說 怎麼我這一位認識的朋友 他最後沒有在名單裡面 所以我特別打電話給他 我說某某某我說 我說我根據我手上的資料 你最後好像並沒有參與 這個夢想家的最後評審 他那邊哈哈大笑 他說我一路就要反對 而且講的理由非常清楚 所以他們覺得說 這個人基本上 換一個評審然後換掉 這個不友善嘛 你知道 所以他說他們以後都不請我了 就這樣子 所以你看台灣的這些評審是多 就是說其實你到最後 你知道我們這些 我們也參與過評審 對不對 可是我們這些參與過評審的人 從來也沒有發現過 原來評審是有可以賺這麼多的 對不對 你看剛剛那個 莫名其妙就冒出這些 這些帳戶的東西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 夜市民當初也是其中一部分 他們要打點給評審的錢 是啊 而且這些評審都很廉價 這種案子都幾百億 然後有的時候是幾百萬 就打點完了 然後這些評審很多時候 他們知道他的身份 以上是夜市五那個案子來講 那一個建築師還是綠建築大師 他們的身份往往是大學教授 往往是學者 所以有公信力嘛 對 所以有公信力啊 台灣的大學教授怎麼搞到這麼連線 都是那些老師 對啊 所以我打個岔你說綠建築 報告委員大人 你要好好去查一下 你現在譬如說 榮基大家都知道 該兩百 該兩百 該三百 我們來固定的 我們的朋友啦 那個獎勵 停車獎勵 多幾百 法定上線十百 十五百 別人三百 我們的朋友高一下 十百給他 一個綠建築 獎勵 加五百 所以你會發現 本來 訂下去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些委員進來以後 因為他容積為什麼奇怪 怎麼越來越多 如果這裡法定容積 不是三百而已 一直加 一直給你灌 這些停車站起這麼多 獎勵一輸 這個有綠建築的一個設計 這個獎勵一輸 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 哎呦喂 跑出這麼多的容積出來 我請問 這些全部是什麼 錢耶 對 你多了10% 很恐怖耶 你像譬如說你說幾萬坪 你加個10% 就一千坪 那算出來 你看它是多少錢 哪一個聯合開發 還有這些BOT的案件 常常你去看喔 你會發現 都在那個寸頭寸金的一個地方 所以聯開的地方 很多地方 或者說一般 非屬於公共工程的 私人的 也常常都是這樣搞 所以我覺得委員啊 這一點啊 多查一下 所以基本上如果 所以不是 因為現在還只是在演你 就是這個 這個正在諮詢當中 不過基本上如果我進去的話 你知道 第一個一定要求 大家把一些重要的 案子為例 你會希望將來台北市的重大的工程 或者是標案 12個評審 你就通通據名 然後你怎麼評分的 你給意見 你就為你的據名負責 那將來一旦喔 這個媒體再去追 或者發生舞弊的狀態的時候 你才抓得出什麼樣的評審 他做了什麼樣的意見 那那個意見 合不合理 大家都可受公平跟檢驗 對 所以就是說其實 再更進一步的做法就是說 其實我們如果把這些評審名單 整理出來 我們其實應該跟其他外縣市的一些 類似 就是說比較有這個真正的 這個決心的這些這些 這些公權力單位 大家一起檢討 我們要定一個黑名單 有些人就是不許他再擔任這種評審就是了 不可能了 Out 你知道這輩子就是Out 評審不能夠再幹了 不能夠再讓你們這些人幹了 好 我們是要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北市長一換人當家之後 幾個前後兩任市長的重大開發案 現在陸續曝光的資訊 幾乎都快變成重大弊案 前後兩任市長馬英九主政8年 郝龍斌好市長主政8年 兩個人加起來一共16年 這16年來的重大開發案 到底怎麼開發的 今天晚上針對大巨蛋的部分 趙騰雄跟柯文哲 兩個人終於要會面談一談了 用談的 談得出開發案的改變嗎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他是核配科技總經理卓本喬 洪海去年入股四成 郭台銘是他大股東 另外他還兼任台北市政府顧問 就在柯文哲和郭台銘 關係緊張的這個時刻 他跳出來發言 我的感覺是說郭董很不爽的是 他被跟其他那些腐敗的財團 並列在一起 柯文哲跟郭台銘做事的方式上面 有很多是類似的 我跟兩邊都有一點關係 不能說現在兩邊都有多熟 本來以為能牽起柯市府和洪海的潤滑劑 但一邊是大老闆 一邊是北市大家長 周本喬恐怕也使不上力 面對四十八小時最後通牒即將到齊 洪海總市長郭台銘似乎等不到柯文哲 公開三創招標資料 兩天內科市長態度一貫強硬 其實老實講他那個還排不上 high priority 就是不是那個優先順序最高的那個 其他更 其實我們一直要馬上要救火的問題更多 滿下廣告卻踢了兩天 鐵板洪海還是近代市府回應 一切依照法律程序走 48小時僵局怎麼解就看雙方如何突破 記者台秉綜合報導 好 張士剛同學這個昨天呢 陳昌文在媒體投書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標題叫做 當政黨輪替變成清算大會 那他的意思是說怎麼感覺 柯文哲從頭到尾當一個市長之後 都在清算前朝 可是台灣社會包含媒體在追的是 沒有認真清算 我們不知道台北市的案子 可以這樣子玩 比方說深創這個案子 很多一般買過建築物 買過房子的觀眾朋友 你都知道 你的主建物是你的這個 比方說假設是商辦 是商辦的這個權狀 假設是住宅 可能住二住三住宅的權狀 然後雨澤 停車位那個都是附屬設施 那麼天底下竟然會有一個案子 主建物是地下停車場 上面12樓賣場隨便你玩 這個跟一般人的邏輯都不一樣 是這樣 我就覺得有一句話還不錯 就是這個換政黨輪替 我覺得找妖魔是必要的 但是不一定要把每一件事都妖魔化 你說馬好貪污無能 無能是一個感覺 無能是一個主觀的判斷 但貪污就要實質的證據 所以我覺得在目前這些案子 在發展到目前的階段 也許你說它無能 有些案子確實是監督不周 或是一些思慮不周的地方 但是貪污的部分 坦白講就要拿出真正確確的證據出來 那我們看到剛才那個三創的案子 其實在類似停車場的開發案 其實大家記得在20多年前 這個天母高島屋 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發案 它的開發案原本那個地方 是做停車場 但是高島屋這個得標之後 把它賣場跟停車場 通通做一個很好的建設 所以去那邊購物的人 基本上停車都非常方便 所以並不是說 每一件事情都是土地廠商 有的時候可以造福民眾 我覺得這個事情 還是要看它的本質 我覺得謝長廷 昨天講得很好 謝長廷說不必把這個BOT 都看成這個洪水猛獸 他在他的高雄市場任內 也有很多BOT的案子 像高雄的巨蛋 還有高雄的下水道工程 甚至高捷 也都是BOT的案子 那有的好有的賠 反正就像廠商負責 所以我覺得現在 像光源老師現在是 廉政委員會對不對 對 光源委員 光源委員 我覺得你們 廉政委員會這一塊 我覺得少了有經驗的市長 或是市政的主持者 進來來看 這很多案子 是否符合行政的概況 跟他現實上 能不能走得下去 像這一些很多社會名流 有些人只是出一張嘴 但是他並對於實質的政策 跟市政的推動 那個細節部分 也許並不了解 那我建議實質可以把這個 現場庭加進來 因為他有實質的建設的經驗 而且他是 民進黨吧 有執政經驗吧 那這些的 這個學者也好 或是議員也罷 或是律師也好 他沒有實質的公務的經驗 我覺得這部分 不能用這個嘴巴 來做這個裁判 那同時這些人裡面 有一些是他選舉時候 很重要的幫手 甚至抹黑對手的這個顧問 可是這類的人要把他移出去 把他淡政治化 不要讓他政治化 讓他單純的來解決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上面 我覺得民眾看到的是 這個透明的取向 這個透明的取向 那再喊到這些財團的部分 我真的很佩服 柯文哲是全世界 是全國最聰明的人 我覺得連勝文輸他 真是輸得五體頭地 也沒有什麼話抱怨的 因為柯文哲一上任以來 五路開戰 先把這些財團抹黑 然後好像影射他們跟前朝 有很多的這個交易在裡面 有這個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裡面 但是私底下 又開始進行一些商談跟合作 幫他見這個蔡佳 去談這個文創的事情 出來之後 這口徑又做一些修正 今天晚上要見這個趙騰雄 早上我看報紙 他也做一些修正 就是說這個樹呢 是只要再砍掉移走一些些 然後底下的通道也可以保留 然後這些部分放話 先讓他成為今天晚上 討論的一個基礎在這邊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在這一塊政治操作裡面 我覺得蠻取得陳水扁的 衝突妥協進步的真傳 所以其實在這個月裡面 其實看得出來 柯文哲最後 有可能會把藍綠的政壇 重新做一個翻角 甚至在這藍綠政壇之間 劃出第三種道路出來 真的 紀委員你怎麼看 我覺得今天晚上跟趙董 他們的會面 趙克會面 應該是難可一夢 不會啊 記者都在等 我不相信一、兩、三、四會彈出結果 兩個都是相當剛強 而且相當有組建 不容易妥協的人 理論上趙成雄董事長 前陣子在何一仔那一役 已經灰頭土臉 如果說一般人來講 可能在很多地方 都會做很多的退讓 可是我看他前程一陣子出來以後 又一倍多了 火力很旺 那你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志力有多堅定 所以你說 縱使好吧 那大巨蛋規劃設計當中 可能有很多的可詬病之處 你叫他馬上一下認輸 很不容易 我看法是這樣子 那柯文哲講說 他當選那天晚上才睡不著 他認為說他的當選 可能會影響整個台灣全島的一個命運 我覺得這絕對不是誇大其詞 因為首都台北市 遠南就是一個火車頭 對 就是說你怎麼做 那可能可以做為其他縣市 不要做參考啦 就是說 有一點點做一點示範的效果 一個示範區 如果做得好 大家會群起校友 你看 從台北以南 不管是新的一些直轄市長 或是以前連任的 或多或少都有在學習科批他 他的新的風範 那我是覺得 當然一剛開始有人講說 一下子開這麼多的戰線 恐怕到時候會亂成團 那很怕變成鬥爭 那這些所謂的委員嗎 光源兄我對他非常肯定 那其他委員就像世光所說的 如果說他原本有很強的意識形態 那當然不是有意識形態 你就一定做不出什麼事 但是恐怕你調查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能夠取信於所有全體市民 也是一回事啊 所以我是開玩笑的 我聽說我助理跟我講說 網路有人建議說把紀國動員 找來進去當連政委員 我想一想如果說我在裡面的話 就不算清算鬥爭 我開開玩笑 因為當立法已經夠忙了 沒有辦法 不過如果可以增加一些藍領的 他不是說打破藍綠嗎 增加一些藍領的卸任的立委 而且公信力相當強 我覺得未來調查出來的結果 應該 楊石秋是國民黨籍的民意代表 而且楊石秋是台北市議員 這個當了好多年 不過我看這些老闆是這樣子 有些時候因為 楊智良還是挺馬大叫拍CF的 不管怎麼樣 其實那幾個大案子 其實爭議都相當大 包括剛剛瑞熊兄所說的 或是光影兄所說的 不管你經過監察院的調查 或是甚至還有兩個官員被起訴 那這些基本上就是弊案了 所以如果說你這時候市政府 或是你的廠商強力來反擊人家 我覺得理不止氣不壯 你可以講說我真的不知道 那是不是我們有改善的空間 不能再反擊人家 所以我是建議市政府 這時候用反擊的方式說 忍無可忍 雖然是我的長官 我還是要提醒 這時候其實不應該講這麼多 好 楊麗熊你也當過台北市議員嗎 這幾個重大開發案 通通都是BOT開發案 而且前面幾個都是數百億的開發案 所以他才會爭議這麼大 對 其實你注意看 現在從台北市政府 本身重新再去做建架 在郝龍斌卸任前做的事情 為什麼要有那個動作 像紀委你最聰明了 那個在幹嘛 那就是在跟他說 夭壽喔 怎麼會這樣 馬英九的任內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一延續下來到郝龍斌 郝龍斌並未必會認為說 馬英九做的全部都是對 你像比如說那個公車座用到那個 我們在議會講過幾次 郝龍斌是很想把它拆掉 可是問題 他怎麼可以拆 一拆 拆到馬英九在幹總統 又是他的主席 他不敢拆 所以你看美和事就好啦 我們大家最清楚就是說 損失了這麼多 室友的一個財產 然後呢 讓這個廠商 讓整個日盛生賺了這麼多 郝龍斌是不知道 知道 可是最主要是為什麼 他不敢去出手的原因在哪裡 他又是馬英九的好朋友 日盛生賺的是馬英九 一手這樣拉上來的 他幹了市長 拿到郝龍斌手裡 台北市的連開 幾乎全部都是日盛生拿到 所以這樣的一個綿密的 一個政商關係 我們還沒去講 他說是勾結 已經很客氣了吧 不然你看 你讓一個台北市庫損失了那麼多 該多進來一百多億 你卻把白花花的銀子覺得沒有關係 往外推 那要卸任以前 那樣一個 重新再去 要向日盛生求償 這個就有點弱掉了 所以他就出來講說什麼忍無可忍 我會覺得 郝龍斌這個講法 那是因為你的長官 有人這樣做嗎 你忍無可忍 你跟他嗆賭 你開什麼玩笑 那是柯文哲沒有司法權而已 不然你給我嗆賭 現在球場不是你要去球場的嗎 你應該說 實在啦 我那七十幾億 頭不起來 審議也沒有 柯文哲你在做市長 你好好 一幫接一幫幫他討回來 應該是這樣的態度才對嘛 另外一點 重新建架也太晚 太晚了啦 就是說已經市長選舉完畢了 而且哪個是還交屋了 對啦 重新建架看 不過現在我跟你講 重新建架 現在有三個監委都要查 三個都是美女監委 現在其中一個叫林雅峰這個監委 對 是司法界的女強人 聽說幹過法院的院長 高院的法官 她講一句話說 希望好 經得起查 所以她講這句話 或許有一點玄機 莊瑞熊同學經得起查嗎 以目前來看 你說廠商有沒有被圖利到 沒有賺到私利益 都是真的嘛 每一次就是真的嘛 大巨蛋也就是真的嘛 那你說三創這個部分 到底有多少合不合理 台北市政府到最後 柯文哲這邊 會好好去 應該要好好去給他做一個精算 我在幹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我就當著買郝龍斌的面子跟他講 我罵他的時候 他會嚴肚肚肚 那塊很敏感 我每次都跟他講說 你們都在交朋友 每次我也說你們頭前 你們頭的現在當今的皇上 馬英九在交朋友 你 大巨蛋 你們也都在交朋友 那交朋友拿市政府的市民的財產 你去交朋友 給你的朋友賺 這個喔 我說實在話 至少連第一件 我就認為很明顯 就是一個圖利 但只是說誰圖利 上不到於郝龍斌而已 郝龍斌的人你說他會去收錢 我跟你說呢 以我八年這樣跟他相處 我不認為郝龍斌 我沒看到嘛 我也不認為他會去收錢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相情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柯文哲十一月二十九號 擔任新的台北市長之後 把台北市幾個重大開發案 這個交接接手處理之後 發現了怎麼一大堆 莫名其妙的狀況都冒出來了 那光綺 除了三創這幾天 主建物是停車場 上面蓋十二樓的附屬設施賣場之外 台北市今天還有一個重頭好戲 是大巨蛋 大巨蛋呢 這個柯文哲嗆聲是說 至少有三十九項的為師 這個都已經涉及違約了 那要重新談判不能耍賴 今天晚上呢 柯文哲要跟老趙碰面 對 我們看到這個所有的案子裡面 最離譜的我認為是台北大巨蛋 當然還有美和室 這也是這個監委他們集中要處理的這個部分 你說美和室是不是弊案 不要混在這其他裡面 美和室就是個弊案 司法介入辦小不辦大 這個部分明顯的獨立 就只辦到林從一沒有辦市長 對 沒有 林從一也沒被彈劾 當初就漏掉他 七個裡面就漏掉他 你看每一個案子裡面 美和室其實跟我們看到的這個大巨蛋 他的過程其實有相類似之處 譬如說林從一 當時候監察院的這個彈劾報告裡面 我引用他前面六次都拒絕是七三比 他那時候七三比 這是真的是沒有這麼肥肋的啦 你試想我們感同身受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家裡的這個狀況來比 假設我有99.35%的這是我自家的土地 我在分配上就算是我們是一個這個連開案 我最後我再怎麼樣我會給人家七嗎 然後我自己分到三 而且都是一些比較爛的一個配置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不符合 所以這個監委美和室是管定了 要重新建架 那我們也看到大巨蛋的過程當中 他有許多爭議的 譬如說他環評一直開會一直開會 然後呢看到他們那個審議委員會 也一直開會一直開會 一直擋擋了某些東西 那甚至換協力廠商 公共工程委員會當時候是貶值證 你介入之後你駁回掉這個市府 當時候是馬市府 他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連監察委員都認為說 你的公共工程會沒有道理 等一下這個我們的司剛會細講 那所以呢這中間一定有一些問題 所以不然的話怎麼會這麼多 這個這個中間的一個風波 那你何以在2006 019又讓他過了呢 這中間你要給我們一個明白的交代 那我們再講到合約裡面 非常多的這個不平等 譬如說你要的罰款 我們昨天也提到了 就是說你原先你一天10萬 你為什麼要讓他降成一天5萬 那他不怕了嘛 你又設了一個上限300萬 這叫洪志坤以前前幾天公布的 這個公文裡面 然後呢裡面呢 他的這個所謂的最離譜還有一項 就是說不可抗力之下 建架這個不如我們剛剛講了 那問題是他一個保證收購 就跟BOT高鐵那個案子一樣 這些都是一個很大的這個問題 建造合約裡面暗藏玄機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案子跟富邦 文創那個案子 他都有一個設計一個東西 或者是三錯我們以前以後也等著看 他都有一個他拿下以後他可以出資轉讓耶 這是一個大家一個共通性 合約還要暗藏一個險機 你號稱是50年 可是包括富邦包括連大巨蛋 我以為只有富邦文創而已耶 包括大巨蛋都一樣耶 你50年後再特許10年再特許10年 有可能賣掉70年 70年那你想想看那你後來 你要去接的時候你怎麼接 他沒有高的這個所謂的商業價值 那我們看BOT高鐵那個案子 也一樣啊 他要要求35年後再展延40年 我們能接受嗎 我們自己要評估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裡面很多還有轉投資規則啦 還有零零種種的 所以網友很苦手嘛 這是我們現代版的一個馬關條約嘛 好那世光你要補充 這樣那個我在網路上 找到一個資料啦 2006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台北市政府 就對於富邦去變更他的協力廠商 由這個竹下工程所 大家稍微對工程員了解 這竹下工程 他是對於興建這個巨蛋 這類的體育設施是很有經驗的 把這竹下工程所 換成另外一家的協力廠商 所以當時的台北市政府就說 他覺得要有他提出異議 他希望跟遠雄解約 跟遠雄解約 因為你的行李廠商要換了嘛 就等於說我今天本來要找這個第一名的 但我突然找一個第三名 而且未必會蓋這個的 所以那時候台北市政府就提出異議 2006年喔 這馬市府的時代 但是經過了 因為他富邦可以提出訴訟 遠雄還富邦 對不起 遠雄 遠雄 遠雄可以提出這個訴願嘛 所以他當他的上級機構 像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來提出訴願 但是這個公共工程委員會呢 接受了遠雄的訴願的內容 認為台北市呢 想要去把這個廢約的部分 是不合法的 不合這個行政程序的 所以在公共工程中央單位 是支持了遠雄的這個做法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面 是不是有更 當時往上延伸的可能性 也不能說一筆帳 全部都當時的市政府要扛 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以後 可以關注的焦點 好 我可以釐清了 當時這個秦慧珠曾經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解構了當年所有的狀況 就很簡單 那個年代的隔魁 是民進黨籍的隔魁 那是不是那個時候的 民進黨籍的隔魁 有沒有在公共工程委員會上面 幫遠雄 這我們不知道 這還在追 可是阿宅 台灣社會在追 就會發現 怎麼小老百姓 當你要跟這個政府 打交道的時候 這個政府都精明的鑰匙 我講明我們再把徐劇東 拉出來打 好久沒打他了 有沒有覺得很陌生 我們這樣講好了 兩個東西其實都很誇張 第一個是遠雄 從以前到現在罰款的上限 罰金上限 一直違約沒天 saat違約 蓋不完對不對 四三百萬 請問一般人 我如果在高速公路上 我一直被開罰單 一直被開罰單 我會不會被吊銷駕照 會 你會雙雙雙雙雙雙雙 是 然後我不交會強制執行 那我們再拉到徐劇東身上 你說遠通電瘦 이나ETC seBOT 是嗎 那BOT裡面 因為又因為你違規違約 被罰了五億 交了沒 到現在還是沒交 到現在都已經在 正常营运了 你还是没交 我觉得现在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政府遇到财团就腿软 正常该惩罚的任何一个民间单位 谁会跟一个已经违约 被你罚到5亿的单位 继续让他正常执行 钱也给他罚款也给他 甚至高工局之前还讲 史无前例的严格 就是如果你不交ETC通行费 他会强制执行 在你高工局自己在搜索没这么严 一到远通电收的时候 你帮他说当他手下的时候 就变得比较严 我觉得这背后有一个真正的问题 是BOT案在台湾 已经完全失去了BOT真正的利益 他的利益就是政府没有钱 所以找财团来 财团做完之后 再把地上这些建物 或者任何的设备再转移给 台湾政府或者是这个县市政府 可现在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公益性已经完全失去了 我们之前提过的这一些包含 从美核式乙降大巨蛋等等 它的公益性都被压缩到最小 甚至是百分之百可以切割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所有的50年都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因为钢筋混泥土的价值 根据台湾银行跟全世界大部分银行团认定是 到50年它的价值就零元 如果你买了一个 这边顺便提供一个小尝试 如果你去买老屋 你等都更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老屋如果屋领50年 你去银行贷款 是贷不到钱的 除非你有土地权壮的池份 那个土地池份很高 银行可能土地的部分给你相关的融资 可是那个屋就那个建物 你哪有觉得那个建物是废物 就是说简单讲废物 它怎么可能带钱给你 但是假设你是那一种老屋 土地池份很高的那一块地 真正有可能建价而带到的贷款 是那一块地的地价 是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台北市这几个引以为傲的BOT案 在好市府任内 最后到50年到甚至到70年的时候 有个很大的问题 它移转给你的地上物不但完全不值钱 拆除费要你自己付 合约里面没有写说我要拆屋还地 我是要把建物移交 但是50年之后钢筋混凝土的建物 是被视作已经到达使用寿命了 而你任何一个政府在50年之后 但坦白讲我儿子都55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一任的政府要倒大煤 因为这些东西回来之后 你不再要接收一个50年 已经到达使用年限 带不了款的建物 拆屋还要你自己付钱 所以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BOT案以目前的营运跟规划状况 在台湾是完全失去了 当初真正的意义的时候 那其他不用讲 连高铁都一样 高铁如果到达使用年限的时候 你归还给政府 我跟你讲 高铁完70年 它本来30年 现在在展示10年 也70年 多久不便 不然时边